高雄的溫度 常常都超過三十多 一些路口找紅頂都要等超過九十秒 最近有名義代表出國去考察 就建議市政府可以來參加南韓 或是新加坡 設一些雜日頭的設施 市政府是表示說要再來研究看看 來到中三年 路到三度四路九十 是為特區路口買的屬性 等於找紅頂就要等九十九秒 這年都要高雄 很多騎到外人 都歡迎在當台的時候 熱到倒不掉 那如果減進中午的時間 基本上是那個沒有辦法等很熱 其實你大概五秒十秒就受不了 在陽光底下 對啊你就會很熱了 所以我會建議熱 要用七萬塊把大型 涼溫放涉在車座 所以因為涼溫的面積不大 塞溫的日常都失去 防災灰溫的問題 早上很拆讀 最近有名台出國 過測 發現南韓 在人形得館店 涉溫放涼溫放涼溫 涼溫可以主動開口 還可以噴水溫溫 也有問題 發言 新加坡要求 這個溫住兵四百公車 裡面就要專門 涉溫的涼溫的涉溫 建議市府 還在宿庫涉溫的涉溫 有捷運轉輕軌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重大交通的節點 都可以來設置這樣一個 入口遮陽的雨傘 公務局將與市府相關單位 評估其適用性及 司法性再行研議規劃 這是大家常年累積下來的 各位啊 不要浪費國家熱血 市府會也要涉溫 涉溫的涉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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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溫的空間也需要發明來 規範推動 還要減移規劃位 目前有些相關 在林行德管理 有涉溫的涉溫 未來林行德改成工程 也會給他爭氣 增加多七七五六的面積 也會讓鎮溫的力度效應 現在王劉婷 在林行德改成工程